大家好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新增火爆 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华语消息 种种迹象表明 细胞纸这玩意 那是一败涂地 在整个国际大舞台 在这个战略当中 那是苏清光 最新消息 日本公布了一组重磅的经济数据 我一看那是不得了了 把那小粉红五毛 还有这个包子 气得不要不要的 这个包子在国内是窝里横 没有他办法 温家宝一众出手 拦不住他 他大反扑 没想在国际上 揉不到你包子乱来 揉不到你包子放肆 这个数据相当有意思 就什么 就关于这个海产品出口 这一块 把中国整个甩开了 现在日本表态了 没有意思再跟中国谈 因为我我现在不需要中国了 跟跟澳洲 上次那个煤矿一模一样 所以具体的数据 我们来看看 另外一头就是那个 京东还有沃尔玛 今天这个这个事情 其实是非常大的 经济领域 双方都有一个最新的官方表态出来 我一看也是很值得分析 所以这个我们也要跟进一下 还有一个韩国也有一个数据 就是也是证明现在主流发达国家 中国这边已经是拖后腿了 所以整个就拖拖 现在拖的也不是说政府拖拖 现在跟中国没什么好谈 哎呀 所以这个现在包子手上关键 什么 他已经没牌可打 啊 这个人家不没把它当回事了 是吧 中国以为我进口的拿海产品这个东西 跟日本做一个政治交换 日本不跟他玩 哎 所以这个这是一头啊 另外一头这个美国这边啊 也是啊 两个重磅消息啊 一个川普做做了一个对中国非常不利的一个表态啊 所以我我们也是引用一下也顺便就说一下有什么最新的都过美国大选的一些新闻啊 另外一头就是那个啊 普丁啊 普丁也现在是丑太百出啊 所以这整整个整个这个这个棋盘里面那个包子他最后就沦为棋子 那包子以为他是玩家他都玩不玩不过哎 所以包包括普丁丁完蛋啊 这这些玩意啊 那我们来详细看看这些最新的新闻 看一下这个普丁怎么怎么出筹法啊 先说说那个日本这边啊 你看最新消息啊 来这个路透社报道路透社报道 引述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啊 这是一个半官方的一个机构啊 这个贸易振兴机构主要就是就是进出口这一块进出口这一块啊 做一个协调 然后里面当年你比如在中国做很多投资也是这个机构做的 里面包括对中国那个这个当时投资保纲啊 这些都是他做的 然后这个理事长啊 理事长这个叫做管车的啊 石石头的石啊 石黑鲜艳啊 他说的这个数据啊 他说我们正在寻求在亚洲美国欧洲建立新的商业渠道啊 以便将受到中国禁令影响的这个日本的先辈以及其他水产品和出口市场目的地多元化 所以这个现在他已经在做这个工作 日本做这个工作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根本不想跟中国谈 中国三天两头 你包括王毅上阵子才又走了 这个在那老挝嘛 当时不是也是开一个会 当时就找找日本啊 我们重新进口日本海产品啊 在台湾问题啊 在一些芯片问题上 你日本跟我们中国交换交换的 就中国是想拿捏这个东西呢 用来交换包 包括你你不要撑台湾呗 整天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啊 拦着是不是啊 这这些做中国就想通过这个东西啊 他就以为他很会玩 但中国这个东西最后 人家不可能就以一个整个国家大战略 来到跟你中国交换这种东西 他中国以为在拿捏日本的这些渔民啊 或者说怎么样啊 来到给日本政府这个选票的压力啊 你包括中国现在全部是拿捏这些东西啊 他以为他很会玩的 包括欧洲 欧洲你看这个马上个说制裁欧洲猪肉 其实什么呢 中国只有拿捏这些东西 他没有其他可以拿捏的 都是拿捏农产品 然后再通过当地的这些 你以为能够有个政治压力在在在日本这边 他都踢到铁板了吗 其实都失败 包括当时在澳洲他也失败 那我们来看详细数据 他说我们啊就是这个日本振兴机构啊 强力的推销努力之后呢 使得我们遭受中国进口禁令影响的限倍 三倍的这个出口 百分之二十三十 转销其他市场啊 转销其他市场 而且呢这个日本海鲜出口存在巨大的成长潜力 用不了多久 你看人家很有信心 中国禁令所带来的损失就会完全弥补 都不会弥补一点点 用不了多久 我们知道这个日本人说话都不是比较客气 还有保守的啊 如果他这样说 其实现在基本上没影响 基本上没影响 根据路透社这个报道呢 日本22年啊 向中国出口的价值 5.92亿美元的这个随产品啊 后来呢 这个禁令慢慢生效啊 在2024年最新的啊 在2023年就剩下610 2023年今年还有610 这也太多了 然后2024年上半年进一步跌至35亿日元啊 那时候我心里面想 为什么还有35亿日元 这个这个不是全面禁止吗 这35亿日元的这个进出口的海产品 那就是那就是特别通过了 在海关这里 也认为什么 中国政府特别允许的一部分的日本日本海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这有点意思啊 啊究竟中国谁在吃这35亿日元的那个海产品 而且这上通中央哦 没有说中央的批准底下的官员不可能能够获得这个配偶 因为这个是真正的吧 已经通过这个官方渠道 曝光走的这个数据 所以今年因为已经完全完全禁止了嘛 一直 但还有35亿日元 今天谁在吃啊 这个这个全国人都不能吃啊 谁吃呢啊 啊现在高度疑似是某些领导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领导这么喜欢吃日本海产品 非得吃是吧 啊他他也可以去日本旅游嘛 在在他那个日本旅游 他就不算这个进出口 也就是什么呢 有一部分这些海产品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可能是特别需要也怎么回事啊 这35亿日元就是全面禁止 他还在啊这官方的渠道里面做啊 这有点意思啊 啊然后这个这个石黑线燕啊 这个啊也是说呢啊 政府最近一年在日本 以及国外七十多个城市 举办了170场活动 推销线备啊鱼类等等等等啊 包括瑞士的达沃斯 美国旧金山等等等等啊 还邀请你就看人家实实际际做事啊 跟中国整天吹牛不一样啊 就是踏踏实实就去做了啊 你你不给我们进口 我踏踏实实马上去推销 马上拿这个皮包就去干活 看这真的跟中国官员不是一个等级啊 不得不服气啊 前往邀请很多海外的民族啊 有影响力的这个 还有买家呀 前往日本参加日本的鱼市场啊 鱼业机构 同时在泰国啊 有一些这个日本料理餐厅啊 以及是各种餐厅的推销日本的海鲜啊 他不一定只做日本菜 他做其他菜也可以用日本海鲜啊 反正里面他他这里提到很重要啊 该机构还派人前往越南和墨西哥探讨先辈的一个处理厂 什么意思呢 就以前中国进口的这个海产品呢 其实绝大部分它并不是中国人在消费的 绝大部分什么绝大部分它是中国负责处理 然后打包 因为因为鱼类啊 什么虾呀 贝人 贝类啊 扇贝这种东西呢 他处理特别麻烦 而且基本上都是人工处理 所以他需要有一个处理厂 以前是主要是在大连呢 山东这些地方啊 就 开个口啊 然后要把它做弄出来啊 然后摇摇一个虾就就拨开啊 是吧 这都特别麻烦 我们都知道啊 这这鱼类还有这这骨头也特别多嘛 这这种以前这种活啊 这种活就很多是给中国干 所以以前其实是全球买的日本的海鲜呢 加工处理这块很多是放在 毕竟是进嘛以前啊 啊然后之前在山东还有啊大连这边是有很长久的合作关系嘛 所以以前很多的放在这边 所以说是中国根本不可能中国消费这么多日本的海鲜品啊 中国中国消费力毕竟在国际上它是很有限 尤其是像日本海鲜这种中高端的这这种啊产品的话 那主要中国是扮演一个转口贸易的角色 加工在在出口 其实中国在 在做这个产业链 然后中国在里面还解决了一大票的就业 很多这个一些的农村的妇女 他就开开开开平一样开开开开开开 开完打包这个工业流水线 这里面解决了就业纳税各方面 中国其实还赚钱啊 不是说中国买日本的海鲜不是啊 那那所以这这个一来二往现在人家 他连加工转口处理这一块也不放在中国了 现在已经寻找了墨西哥 也跟人家是提供北美 那我在墨西哥设一个啊 在越南这边设一个啊 所以就基本上就没有中国什么事了啊 在整人家是已经全面替代 那你比如他这个这个这个理事长也说 东在东欧还有中东新兴市场啊 就有很大的成长潜力 仅仅在波兰一个国家就有超过2000家 日本料理餐厅啊 所以以这个日本的品牌效应 还有这个各方面啊 这个这个基本上中国现在已经没不不太需要 再跟中国谈了啊 所以你看就就这个这么一个鸡手东西 人人家就就根本没把中国当回事 中国小粉红这个就是个小丑啊 包括这个这个沃尔玛啊 沃尔玛今天那个小粉红物毛还在自嗨啊 这个沃尔玛这个事情呢 京东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最新的一个回应啊 京东方面回应澎湃新闻记者说 我们对跟沃尔玛啊 合作充满信心 就未来仍然可以合作 哎我一看到这个表态 我知道京东完蛋 为什么他这种就基本上没有数据 没有什么他就是自己打鸡血 啊我们跟沃尔玛未来的合作充满信心 你看其实他啥啥牌没有 包括沃尔玛也向澎湃新闻记者明确表示 沃尔玛的战略是始终如一的 什么战略呢 通过适时就按这个你看着时机 调整资产组合在全球各个市场获得成功 什么意思 沃尔玛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我不会跟你中国谈 我次时调整我全球的战略 我在全球取得成功跟你中国没啥事 人家沃尔玛的盘子可大 人家在中国开个店 那就是赏你中国口饭吃 说句不好听的包括日本海产品 也是给你中国加工 包括去中国敢去采访一下吗 沿海当时中国有多少人就靠加工运输日本海产品 在出口全世界混口饭吃 他敢敢敢采访吗 他不敢采访中国 他小粉红物毛以为他自己吃 你小粉红物毛那些键盘侠 他一辈子吃几次 还是日本海产品 护照都没有 他他天天吹吹吹 是吧 中国很多小粉红物毛 所以今天包括资本市场也是继续下降三大指数 那是持续萎靡 所以这就是细胞子管理底下 他根本就在国际上他是没有任何竞争力的 你包括在东海这边最新日本还有一个好消息 我告诉台湾的朋友 这是对台湾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就是什么呢 日本已经开发了一种无人水面舰艇 无人舰艇 不需要人 我预计日本开发成功 日本跟美国一起开发 就是普通的海警巡查舰艇 不需要人 GPS自己弄 自己跟中国的周全各方面 也可以 我预计将来的整个西方文明国家都可以分享这个技术 当然美国还有日本如果成功开发的话 那到时候台湾也可以分享这个技术 那当然 那就是什么 对于中国这些骚扰 这基本上就没啥事 不就是耗呗 我拿个无人舰艇跟你耗 人家就开发成功了 现在已经在实际测试了 在22年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是开发成功了 其实这个技术不是很难 就是一个GPS 也有一个无人驾驶等等 这对吧 这对于中国就是骚扰 包括菲律宾 那是对于中国来讲 这是沉重的打击 这以后搞这些东西 没用了 没用了 所以人家在这个竞争的过程当中 所以这个包子想跟我现在看来 他想跟西方竞争没门 人家在这些新的技术 你看 在通过跟中国的竞争当中 人家发展了一个新的技术 无人见底 然后你看这个方方面面 中国原地整天搞 最后中国他自己亏钱 人家是竞争当中技术有进步 那是不一样 那是不一样 所以中国完蛋呗 那另外一头 韩国也是有一个出口的数据 也显示现在 中国这一块它主要是拖后腿 美国 对美国 还有对欧盟的出口 现在占欧盟大头 对美国对欧盟出口增长百分十八十八点六 对中国差的远 差的远 所以主要什么 主要现在都重组产业链 包括台商也重组产业链 现在 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那另外一头 我们看到这个主要说说这个 做川普 川普提到一个什么呢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这个虽然说很多人很讨厌川普 但我偶尔也帮川普说两句 川普这个体现出来一个很大的趋势 就是什么呢 就是电动汽车这个东西啊 不玩了啊 最新呢 中国天天还在玩电动汽车 看特朗普啊 最新在作为一个正刚 他提出什么呢 现在竞争很激烈 他提出一个正刚 不是随便谈的 他提出如果他再次进入白宫 考虑取消电动车 这个补贴不要补贴 补贴什么电动汽车啊 七千五百美元不要补贴 把它去掉 就证明什么 证明这个东西现在没有市场 包括马斯克都跳出来了 说这个这个没问题 我继续支持川普 那我们都知道 所以小粉红五毛一直以来都错了 我说的靠谱 我告诉大家 我早说了 特斯拉跟马斯克两回事 那很多那个 我还以为我们那个拿捏的这个特斯拉 在在上海 我们就拿捏的马斯克 没有这样事情 马斯克这个文艺 他也是三心两意的 他也是很花心的 他老婆都不知道换了几个啊 这个文艺啊 就都不是一两个啊 这个都不知道多少个 所以马斯克这个人的性格 他是不安分的 所以所以呢 他他他早都抛弃特斯拉了 特斯拉在马斯克这个这个体系里面呢 他自己的已经靠后了 马斯克早都没把特斯拉当回事了 这个所以一一正 包括中国政府 我估计他也买了一大堆特斯拉的股票 想拿捏特斯拉 想拿捏特斯拉 没用 想拿捏马斯克这个作为一个棋子 没用 你看现在 这川普说这个把把那个这个新能源汽车补贴拿掉 马斯克根本不当回事 我们很明显看到现在这一块已经成为鸡肋 在全球已经没人玩了 就什么就中国在玩 就中国在中国还哪 还整天以为弯道抽车 中国这个为什么这个赛道中国在搞 我也是早说这个赛道没有价值 所以人家不玩 在中国以为宝一样的天天搞这个电动汽车 你看人家从头到尾在西方世界电动汽车都是很很小的一块 那对于美国的经济体量来讲 你电动汽车算啥呀 是是啊 所以是就中国搞搞个中国整个都搞错 现在他骑虎南下人家也不跟他 他就没有了下家 明白吗 中国在电动汽车问题上他找不到下家 人家都不跟欧洲也不跟 我们现在补贴不补贴了 这个什么取消销售燃油车越退越后 推到四零年四五年 哎呀最后不了了之 那中国就被架上去了 现在这个又找不到下家又脱不了手 所以中国在电动汽车问题上 它是彻底失败啊 包括什么新制生产 你洗包子 洗包子这玩意继续做啊 我就告诉大家 那那那那就是中国的一个噩耗啊 一个你你中国人敢不敢不了他下台 你你要中国共产党敢不了习近平下台 你中国共产党自己完蛋呗 是吧那最后呢还能证明什么 证明中国共产党完蛋呗 有本事你什么元老什么温家宝 真真能把洗包子赶下台 我服了你们 你们就没那本事 那最后就是这个中国共产党完蛋 中国完蛋呗 是吧 你们中国的十几亿老百姓 你们都搞不定一个十几亿人 你们都搞不定一个包子 你这你还能还能那那没办法哦 实话实说我那最最后中国中国经济跟着他崩溃 那那是没有办法哦 是不是啊 那那怪谁啊 没有办法哦 是吧 那另外他还继续坚持 继续坚持支持什么 继续坚持支持普丁丁哦 支持普丁丁哦 所以这个普丁丁呢 又又跑到什么呢 我们看到普丁丁现在是这个根本他就包子也也没招啊 这个丁丁也没招啊 丁丁最新我看到一个消息我都想笑啊 就是什么呢 这个这个普丁丁时隔十三年啊 在访侧城啊 在访侧城哎呦 这这个东西你说除了那个中国墙内脑子进水的这这这些 我粉以外你你说谁当回事吧 你呀丁丁也不行了 你你你还找车臣 你不是开玩笑吗 但现在这个是什么呢 就大家都在争取资源 但是你这个这么大一个俄罗斯你你搞这么小一个乌克兰 你最后还要到处到处去爱塞贝加啊 去去去车臣去去到处凑凑几个人头 这这车臣说了我这里出几千人 几千人一个一炮海马斯你就全没 你几千人有用吗 没有用呢 是不是啊 几千人能顶几几个炮弹吗 在在现代战争当中 是吧 所以 现在捷克也宣布了啊 大量 乌克兰这边的资源是那是 如潮水一般涌过来 他挡都挡不住 捷克也宣布了把冻结俄罗斯的资产啊 交交给乌克兰啊 交给乌克兰进行这个炮炮弹的这个购买 所以这边呢 人家拿捏的早都注定的赢了 说句不好听 全部拿捏的你普丁丁的这个资产 一开始就赢了他 是吧 那个当时那个都都墙内都是一赢 都是误判 以为这个没有办法拿捏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资产 人家就拿捏啊 现在就公然给你俄罗斯能怎么样 是吧 拿着你的钱跟你打 你说你俄罗斯能不输吗 绝对输啊 那俄罗斯现在找兵到处走 那证明他行不行啊 他肯定就不行了 他肯定就没人了 在国内国内有人 他都不用跑去车城要人车城这个东西 我觉得最后他有可能也跳船 这个东西一直是拍马屁的 在他里面我觉得这个玩意他可能是蛮尽的 你压迫丁丁把我几千人弄去 我我我你不行了 底下的小小弟全部跳了 跳船了 所以这个 从俄乌 从各方面 那现在最最新情况我都说了 中国现在是熊出没 这个熊就是什么维尼熊啊 这个熊熊之前以为能搞定他那个现在熊出没了 一出没就什么完蛋 这个中国继续沉沦 只能证明 你包子没下台 中国就继续继续完蛋 那这个方向继续确定 那先说这么多觉得不错 打开小铃铛